新店新北市是一個蠻特別的存在 這個房子馬上就是差價就差了快20萬這樣 兩坪的空間就是幫你現賺了100多萬 我們跟他的一般的設計不一樣 這個部分其實並沒有縮小很多 我這邊是做成多功能式 我們做的最大的兩個地方的修改 我們可以花十幾萬拿到100多萬 大家好我是紅杰設計的設計總監章一德 我們今天又來到新房裝潢1.0 我們要分享的這個案例在我的老家新店 新店的中央新村 新店在地人都知道我講的中央新村 就是現在IKEA的那個地方 現在叫央北特區 央北特區中央路到台北的這個地方 外面那條環塊就是我當初剛退伍的時候 做公務人員那一年的時候 所蓋的一條道路 那這個地方它就是位於新店的央北 央北重劃區 它這個建案是今年年底就要交屋了 2024年年底要交屋的 以我對那邊的行情的了解 現在新開發的建案 都是八字頭以上 一瓶八十幾萬 如果它是預售屋買的 當時一瓶大概買六十幾萬一瓶 如果真的2024年交屋了 這個房子馬上就是 差價就差了快二十萬這樣 如果在年底交屋的話 因為現在央北那邊的房價還一直在往上漲 因為央北這邊有兩條連通往台北的道路 一個是 那個新店的中正路 一個是環塊 就是我做的那條路 然後還有一個捷運線 可以坐往 新店 淡水站 淡水的淡水線那邊 然後再從 新店站那邊往台北出發這樣 交通機能生活機能都很方便 還有河濱公園 水公園之類的 水岸公園這樣 然後當然就是有新店壁潭這個 這個景嘛 所以其實 整個央北 央北來講 新店 新北市是一個蠻特別的存在 怎麼說比較特別 就是說它 早期的道路規劃都很大 它的路 路都比較大條 所以在新店它很多道路都是比較大 不像 中永河 隔壁的中永河路都很小條 上下班都很塞車 那新店它有三條連外道路 中新路 北新路跟中正路 後來又再加了一個環塊 其實算四條到台北的道路這樣 所以其實還蠻 蠻方便的 就是要往台北方向 新店是一個 非常方便的一個地方 然後生活機能各方面都很 很OK啦 對於這邊的房價會飆到這麼高 我自己是覺得蠻訝異的 我們 既然要 買了這樣的房子 我們就必須要好好的去規劃 去善用它的空間這樣子 周圍的環境大家就知道嘛 大風國小新店高中 捷運線 然後IKEA 這些 剛講過了 還有醫院 更新醫院 這邊其實 算 蠻OK的一個區域啦 央北這邊算還蠻好的區域 早期那邊都是一眷村 還有一些雜草 現在都把它開發成一個 一個重劃區了這樣子 建範叫做鴻國 大央北 鴻國建設蓋的 它公設比34% 很老實跟你講34% 2加1房27坪 27坪規劃2加1房說真的還蠻小的 那一房其實可以忽略不計啦 所謂的2加1房你看 這個再加這個 再加這個 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其實是 有點多餘 因為第一個 它沒有窗戶 第二個 它很窄很小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你如果把它規劃成主臥室的更衣室 我覺得會比較適 除非你家裡面人口超過三個人以上 夫妻兩個 一個小孩 有另外一個小孩 你可能規劃成三房比較適合 因為27坪 實際公設比你剛剛講的34% 扣掉34%大概扣掉9坪左右 實際內部大概剩下18坪 只剩18坪 18坪規劃成三房真的很小 兩房是差不多剛好 三坪 三房的部分會顯得很小 你不要看這個客餐廳好像很長很大 其實空間都小小的 你看它主臥室只有 半套衛浴 1.5套的衛浴 就是只能上廁所 洗臉而已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像這個空間真的不大 那這樣的一個空間我們要怎麼樣幫它規劃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個案 它的格局 我們幫它做一點小小的修正 修正完之後讓它的空間 在使用上 更加好用 這是27坪 也就是我們講的2加1 2加1房 其實這個1房 好啦如果你真的還是要保留有一個房間的格局 我們稍微改一下 這是原本建設公司的規劃 它是規劃兩個主要的房間 再加上一個這個類似 客房或者自臥室 然後呢 沙發在這 電視牆在這 中島吧台在這 冰箱在這 我們大致上跟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們的這個房間的規劃呢 稍微把這一間 主臥室 就是這一間 因為這一間如果你放下 衣櫃 很窄 空間會很窄 甚至連走道都沒有 我們透過 這塊空間把它強拉出來 因為我要強拉出來之後 我這邊還可以再多做一排衣櫃 我剛剛講的 現在這邊一瓶大概80萬 80萬 你知道這排衣櫃 這排衣櫃可以幫你爭取到多大瓶數的空間嗎 兩瓶 兩瓶的空間 兩瓶的空間就是幫你現賺了100多萬 160萬的空間 因為 我們只是把格局稍微小小的改一下 讓這邊的空間變大 然後 只是讓這邊 廚房餐廳的空間小一點 那 其實生活技能都還有 我們 跟它的一般的設計不一樣 它這邊呢就是做一個 門旁邊的櫃子 我們這邊幫它做一個鞋櫃 還有另外一個備用的 鞋櫃屋衣� 這邊還有一個收納� 那這邊是電視櫃 當我把這個牆推出來 這一道牆也跟人拉出來之後 這邊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空間 這邊還有一個收納櫃 這邊是電視櫃 當我把這個牆推出來 這一道牆也跟人拉出來之後 這邊就是一個獨立的一個空間 這是電視牆 這裡是沙發 所以我們在整個設計上跟它稍微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把這個房間的格局稍微往外拉了一點 這個部分 其實並沒有縮小很多 大概只縮小了30公分 但是我們 房間的部分因為多了這30公分 我就可以多兩瓶的收納空間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空間格局跟配置的方式 會讓整個房子裡面 多了 一段很大的收納 那它的規劃是把它規劃成房間 我這邊是做成多功能式 多功能式就是它把它規劃放床部分 但是我不一樣 我做成櫃子做一整排 那這邊地板我們會做架高 那這邊平常是當工作室 當你真的有朋友 有人清楚要來住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鋪床可以睡在這裡 這裡可以鋪床睡 但是那種情況很少 因為現在大部分家庭成員都比較少 頂多是夫妻兩個加一個小孩 如果你真的有第二個小孩 也可以透過更改裡面的一些 內容配置 包括系統櫃的部分 我們把它改成 單人床 回復成像這樣的一個設計也可以 它是比較彈性的 如果真的有第二個小孩出生 需要第二個房間的時候 我們再來更改裡面的設計 都不會影響到 所以其實一開始 我們還是以主要的收納為主 這邊主要做整排收納 再搭上 出桌 這樣子的使用是我們最常使用的情況 所以跟它原先建設公司的設計 是比較不一樣的 它就是真的放一張床 這樣其實讓這空間的使用 就受到局限 因此針對這個 房子我們做的最大的兩個地方的修改 在哪裡呢 這兩個地方的修改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說的 這道牆 我往外移了 第二個就是這個空間 我重新規劃 我不要純粹單 單純就是當一個房間用 我要當一個工作室跟儲藏室收納 空間 來輔助我們 主臥跟次臥室的這個收納的不足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樣的一個設計跟修改 我們大概要花多少錢 做出來的成效大概是什麼成效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這個部分 它這次裝潢的一些重點在於 有天花板 地板 水電工程 燈具 油漆系統櫃 天花板當然就是它的木座天花板 包管線啊 還有這些砍燈的這些天花板 再加上木座 地板還有一些隔間 我們不是有拆牆嗎 有打牆把它往外移嗎 我們有改這個 廚房的空間的大小 讓牆壁往外推升 讓房間變大 然後呢 有一些拆除啊 還有一些重新做 水電啊 隔間牆 還有施工裝潢啊 全市的清潔 大概 價位落在130到135萬 如果你不動 你不增加那個收納 不增加那兩瓶多的收納 基本上來講 你可以 你可以省下10幾萬 但是我們只要多花個10幾萬把那個牆壁 稍微改一下格局 改一下它的長度 我們可以花10幾萬拿到100多萬 等於是1比10的這個比例 去多增出 升出兩瓶多的收納空間 而且讓房子 的整個 屏效 屏數會變得 更大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我今天 不要打那道牆 維持原先 原先建商的部分 這個費用大概落在 110幾萬 大概落在 115萬左右 如果你今天多的 多打了那道牆 變得130萬 你就多了 房間的那兩瓶多的收納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 差異性就差異在這裡 那這部分就是考慮你自己 的預算你的需求你覺得說 我 搬進去住之前我就可以先把這個部分的工程先做好 我就可以增加了 兩瓶多的收納空間 你覺得這個10幾萬花下去值得 那當然你就可以 參考我們的設計的方案 所以像 大央北的這個部分 你看我們在整個設計上面就是 只是動了這面牆 然後更改裡面的一些 配置跟設計 我們把它的用途把它稍微做一點修改 然後改了這面牆 其實 我們的功能沒有減少反而還增加了收納 增加了很多收納 但是 你的 房子裡面住起來會動線會比較舒服 然後空間也會比較大 你看我們即便增加收納這個空間是很大的 還有六十幾公分的走道 不會讓你覺得房間變小 反而會比原先的空間看起來更舒適 如果說你今天 要做這樣的一個 變更 我們的 預算大概是抓130到135萬 假設你要 動這樣的一個房子 全部弄到好 大概是這個費用 那冷氣跟家電 還有家具是另外算的 裝潢的風格大概 就是以比較現代的一個風格 簡約現代的風格 去呈現出來的 整個室內的空間會有一些這樣的一個 主 主題的設計 還有一些收納 這是我們大概在 裝潢 要呈現的一個意向 這樣 整個空間大概 出來的一個感覺 大概就是一個比較現代的感覺 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們今天買了像這樣的一個房子 不要說 動牆壁好像覺得花了這些錢 好像是有點 浪費 但實際上如果我們只要在格局上面稍微小小的動了一下 讓整個空間稍微比例跟它的尺寸稍微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就可以讓 這個房子的收納跟它的評效 發揮到最大的一個空間 而且會讓我們的 住在裡面的感覺會更加舒適 今天跟大家分享這個洪國大洋北的一個案例 如果您有格局類似這樣的格局 或者是您是洪國大洋北的一個 購屋的住戶的話 你有想要了解其他格局 也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跟你回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